好 进入十月了 今天是十月一号 中国大陆展开十一国庆爽放七天假 这个假期的旅游热门地我们focus了 果然就是北京蝉联 因为它有北京环球影城 然后呢 第二个热门的是上海 第三个是成都 北京环球影城确实是领头羊 它一拉台七天廉价里面热搜的都是主题乐园 而且搜索量呢 大大比去年增加了八成之多 在十一廉价的第一天 上海车站发送旅客人次超过六十万人次 而前一晚呢 上海出城的高速公路变成停车场 二十分钟的路程足足要塞爆三个小时 铁路上海站预计是发送旅客六十一点二万人次 那这样一个数据呢 也是创下了五一假期以来 单日发送旅客量的一个新高 大陆十一国庆假期正式拉开序幕 上海车站大厅一早重现万头传动的景象 旅客们大包小包准备上放七天 不仅是铁路运输 上海前一晚出城高速公路就涌现车潮 特别是往崇明方向塞车到深夜 车灯照亮成闪耀的长楼 平时的话只需要二十分钟的路程 然后这好像要开两三个小时 不去过来的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开了近三个小时 接下来几天出游车潮肯定免不了 大陆预估这回假期会有六点五亿人出游 而排名前三的旅游目的地 北京夺下第一名 其次是上海 接着是成都 北京环球影城的吸引力持续爆发 乐园里工作人员扮演的变形金刚反派角色 密卡登居然登上十一假期网络热搜话题 而在北京环球影城的加持下 所有主题乐园相关搜索量比去年上涨八成 包括上海迪士尼乐园 深圳和广州的主题乐园 都在这次假期大受欢迎 我手上这个毛绒蓉的小狐狸 名字叫林娜贝尔 她是前几天迪士尼刚刚发布的一个新朋友 那么目前相关的周边产品以及餐饮 也都已经上线了 上海迪士尼推出新的卡通角色希克 假期头一天入园热门游乐设施 排队四十分钟起跳 是那个时间来的 我是第二次在我学一眉 小朋友真的能跟家人 好好享受这次假期 因为大陆教育部已经警告 这是提倡双减政策后 首个长假 绝不允许放假时 学生还被送到学科类补习班 不会有出现收假前赶作业的崩溃景象 大陆教育部自豪公布 从双减弱时后超过百分之九十六的学校 都提供了课后服务 学生参加率达八成五 不过大陆放国庆假 缺点和疫情问题都还没获得改善 像是上海因为取消了外滩国庆灯光秀 假期前一天登地客流高峰 才不过两万人 明显少了许多 结合往年应该说是十月一号和两号是最多的 通常人多的时候要达到 如果说遗忘的数值要达到六七万了 少了灯光秀 吸引力锐减 而在大陆东北除了缺电 哈尔滨每天还有新增本土确诊 当地已经有九位官员遭问责 全市居民被要求就地过节 哪都不能去 同样在这个假期也很闷的 还有澳门 因为爆出隔离饭店疫情 邻近的大陆珠海升级通关规定 要求澳门返回旅客需隔离十四天 而且规定持续到假期后 导致澳门的饭店先退房潮 预定量升不到五成 房价值跌 如果在疫情之前 大部分的酒店都差不多去到二千多元一万 现在看回酒店房间 大部分都是维持在千多元一万 有些可能是低于一千万都有的了 去年十一假期 澳门旅客数量平均每天都有十八万左右 当地旅游业预估 今年至少下跌一半 餐厅业者则认为情况会更糟 今天已经想一下我一号出两号点 那个货物来源只有一日一日高 其实我们真的很辛苦 大陆官方在放假前已经提出旅游熔断机制 一旦被归类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机票住宿等旅游行程都不能卖 也让这次假期出现几家欢乐 几家愁的景象 TPBS新闻综合报道 Anderson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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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